P定君上任特务团长不久,就向刘伯成师长提出一项特别申报,要敲逼自己的警卫连长。 啊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一次,P定君从情报中得知,一个日军中队要前来扫荡,为了这场伏击战,P定君硬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整一天没出门,扶在地图上绞尽脑汁,然后想出了一个口袋阵。 他决定在轨子通过山谷时机与日寇迎头一击,他在后山头布置了团指挥所,前山头布置为警卫连阵地。 当日军尊进山谷之后,警卫连阵作为前卫迎头阻击,埋伏在两侧的阻力部队,在听到枪枪之后,立即投入战斗,并迅速堵住日军的退路。 这个伏击阵,如果没有意外,可以说是万无一事,日军如愿走进伏击阵地后,他在指挥所等着胜利的消息,谁知通信员前来报告说,团长,鬼子上来了,立即叫警卫连头入战斗。 打,匹定军下达了作战命令,团长,鬼子已经越过警卫连阵地,瞧我们指挥所来了,马上要到眼前了,你得赶紧转移,通信员很是着急。 匹定军大吃一惊,枪声未响,敌人怎么出现在指挥所面前呢? 他抬头一看,日军的高腰起已清晰可见,警卫连去哪了?为什么没有开火?一连串的几个问号在他脑中来回出现,顾不了那么多了。 他赶紧下令,撤,警卫连为何一枪被放,就脱离了阵地呢?原来,这位警卫连长是跟入伍不久的,在当兵之前从事的下工,做,没打过仗,因他是北平一所大学的毕业生。 所以特地为匹定军邀了过来,警卫连在进入阵地后,日军走进伏击圈,警卫连长因为没打过仗,精神紧张,刻意紧张全乱套了。 本来要说的打字,因为紧张说成了撤,部队撤走后,他才清醒过来,知道自己闯了大祸。 匹定军弄清楚怎么回事之后,说,临阵脱逃者,杀,随后,他将枪毙警卫连长的报告打到了事部。 使长刘伯承一看,没有表态,问道,你参军几年了? 十年,匹定军打档,你一当兵就会打仗。 刘伯承又问,匹定军没有马上回答,犹豫了一会儿,说,警卫连长就是怕死,话不能这么说。 刘伯承站了起来,头一回打仗,这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,不能说是怕死,更不能说他是临阵脱逃,打过两仗就好了。 当年,学校前副师长出的大别山时,上一个农军师,也是伏击敌人,但敌人的枪声一响,农军师全跑光了,阵地上只剩他一个人,头一仗都是这样,后来农军师也成为一只胜利之师。 请对片刻后,刘伯承接着说,警卫连长刚从学生转为指挥员,需要历练,我们也需要这种知识分子。 说吧,刘伯承把桌子上的那份报告,还给了匹定军,听完刘帅的一句话后,匹定军的气也消了,撤回了枪毙警卫连长的报告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